今天,雲端硬碟、雲端白板上面安裝環境 我剛剛特別強調,這個改版 裡面就是頂多放一個Java在裡面 所以以後的話,特別注意 假設你回去,像我同學打開之後發現有問題的話 其實你只要改這個,裡面這個INI這個檔 這個檔下方有一個,這個INI檔 你可以按右鍵編輯它 就是改這個第二行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二行實際上就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這邊這個東西 其實主要這個OK的話應該 這個懶人包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之前最多問題的同學就是Java的問題 因為有些同學電腦裡面並沒有裝Java 不過應該是少數啦 因為我可能你的環境太乾淨了 理論上現在很多城市都也是用Java寫的 那用Java寫的話,它就一定要裝Java環境 但這個Java環境的話 有時候你裝,有些人是裝在某個路徑 那因為版本的關係,那個路徑又不一樣 所以很麻煩 那常會找不到Java 所以我乾脆想了一個方法 我再試試看,把Java直接搬過來 放到我的一個位置裡面 不用怕找不到 那當然如果你電腦本身有裝Java 你當然也可以改一下這個路徑 是不會有問題的 OK 不過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我想應該基本上就比較沒問題了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裡面如果你假設習慣用那個中文版的話 這邊我解壓縮之後 這個瓜無TW 打開來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現裡面 就會長的是看得到的字 大部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都會是中文的 有些裡面的東西 他沒辦法改,他就沒改了 像這上面檔案 這全部都是中文的 如果你有這種 什麼 使用上面你覺得說 英文對你是障礙的話 那沒關係 你用中文版 用的方式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關係 OK 至於說他怎麼變中文的 其實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Google一下 應該可以找得到 只是說這有點太複雜了 算了 所以有些東西 雖然看起來沒什麼 懶人包製作其實也沒什麼 但是問題沒什麼 但是很多人就是變成有什麼 為了那個有什麼 就會讓這個上課的tempo 會受到很多的阻礙 而且很多同學也會因為 這樣一點點的有什麼 就會耿耿於懷 然後一整個上課 就是一直在那個有什麼上面 然後一直跳不出來 我覺得那不是最重要的啦 但是問題是你一直卡在那邊 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乾脆怎麼樣 懶人包啦 反正你就把懶人包先用 如果你覺得這個懶人包的製作 你非常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在雲端上面 我有放那個製作的步驟啦 只是說對我們來說是很簡單 我說真的 我做這個沒有幾分鐘 但是對有一些同學來說 就是個大問題 那我就是盡量如果你有問題 那我就幫你解決 反正那個問題我先幫你解決 你先可以操作 這樣就可以趕快學習程式為主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把中文化版本 下載下來玩玩看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newser 什麼newser 這個版本的話 是最近7月3號才弄好的 因為那個Equivus的版本 跟Python版本的話 他都會不斷的更新 所以如果你想用最新的版本的話 那這邊可以用玩看 那你想說最新跟前一個版本有什麼差別 其實對我來說好像差不多啦 只是差在哪裡 差在它是新的 但是如果說你不覺得有什麼的話 你就先用那個前面的版本 反正我是覺得啊 可以先讓再說 因為差了一點點 對你來說完全無感 還有Python的版本 像現在3.84 有什麼差嗎 其實對大部分一點影響都沒有 反而是你新的版本 比較容易有bug 有bug 真的我還遇過裡面有bug 有bug怎麼辦 自己要幫他debug 幫他解決問題 那怎麼辦 你說沒辦法 因為他是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有bug 有時候我們是視為正常的 因為你沒有付他任何錢 但如果你今天微軟的產品 付費軟體出現問題 那你一定會很生氣 我明明付你那麼多錢 結果你給我的是一個有問題的版本 那當然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有關懶人包的部分 有興趣的話可以玩玩看 但其實每個每個都是還蠻花時間的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不妨再試試看 另外的話教學論壇 我會把今天的上課一樣會放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每次上完課之後 也有影片可以回去可以複習的話 那請各位自行再加入到這裡 那如果你覺得不需要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選擇不加入 這邊有沒有我們上課同學 因為我看這邊有 剛剛有同學有加 這個是我們幫上同學的 OK 那我就把它加進來 理論上最好是給我名字 我就直接看我們上課的那個名單 那我就直接試 那我就直接幫你加進來 OK 好大概是這樣 那細節部分蠻多的 所以有些地方請各位回去 再稍微咀嚼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把那個最後還有 這個回圈部分 稍微再講一下 底下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喔 希望用4回圈呢 輸出星星的話 這要怎麼做 那其實這邊有幾個重點 就是 如果我要輸出星號的話 我先第一個 一樣建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也叫 叫這個 我就隨便取個名稱 OK 叫什麼 星號輸出三角形 然後把它Finish一下 那當然呢 這邊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 如果我要輸出一顆星的話 特別注意喔 星號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print print print什麼 print星號 那這樣print一顆星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你要print13顆星的話 你可以用乘上13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這個是Python的一個 蠻特殊的一個用法 加減乘除 理論上 應該只能用在數字上面 但是 Python 它的 乘號 可以用在自算上面 這意思是什麼 輸出幾顆星呢 輸出13顆星 OK 有沒有 乘上13 那如果要12顆星 理論上 那如果今天我需要什麼 做出一個 三角形 請你幫我做做這樣 1 到13顆 做法上的話 當然就可以 第一個 4 4 4 i in range 有沒有 所以這個固定嗎 in range range的話 我要1到13顆星 13到應該14停下來 然後 然後 冒號 enter 然後怎麼樣 print跟它講說 幫我print什麼呢 把這邊改成i 改成i 比較好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那它第一次就輸出一顆星 乘上1 一直到13 不就OK 試一下 有沒有 1到13顆星 就輸出了 等一下請各位 可以做個反其他變化 這個變化 怎麼變化 還蠻多變化的 請你反向過來 OK 第一種 第二個變化是 請你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前面怎麼樣 我現在這個直角三條形 是這邊的直角 左邊對不對 請你把它變成 右邊的直角 也就是前面 這邊一顆星在這裡 這邊變兩顆星 那但是前面變成 會需要有12個空白 一顆星 11個空白 兩顆星 到最後是什麼 13顆星 0個空白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還有呢 顛倒過來放 OK 這個變化題 其實還有更複雜的 甚至可以做出什麼 等腰三咬行 這邊一個直角 那邊一個直角 併在一起 不就是一個等腰三咬行的嗎 OK 跟各位講 像這種就是證照考試的題目 其他證照考試都很喜歡 考這種題目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1 先把那個什麼 1到13顆星 先試試看 然後再把它反向過來 然後呢 再把它由左邊的直角 變成右邊的直角三角 請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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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